男人将手伸入外星战甲内部 只见他轻轻摆动手臂 战甲的手臂也随着摆动起来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便出现意外 捞头的手臂被牢牢吸附住 紧接着无数根钢丝刺入皮肤 就在这危机关头 众人急忙上前支援 幸好在身体没被完全吸附前 将捞头的手臂拉了出来 惊恐一幕下的捞头失去理智 边骂边跑急速逃离野外仓库 众人看着眼前的外星战甲 雕毛建议拿出去卖废品换钱 没想到战甲坚硬度异常惊弱 就连高速运转的手磨机也无法切割 触碰到水还有自动修复功能 为了彻底解开这其中的秘密 雕毛而言不合把整个身体塞进去 很快就跟外星战甲融合在一起 随着大量外星人开始发起进攻 企图杀掉手无寸铁的村民 虽然所有村民都拼此反抗 但依旧不是外星人的对手 就在这时穿着战甲的雕毛加入战甲 行动速度如同一辆马力极大的汽车 买车别太麻烦了 直接打开堵车地3D看车 在家就能看车辆的配置 还能直接上门试驾 简单方便不选错 只见他向手无寸铁的颠牛发起攻击 经过了三五招的打破 颠牛已经毫无反手之力 西施见此一个地板铭撞起雕毛 他的手臂被车头撕撕开 无奈的雕毛只能硬生生扯断手臂 最后损坏的外星战甲让他吐了头